台北国际食品展盛大登场 农业部特别设立了主题形象馆 展示台湾优质的农产品 近年来在国际市场的外销成果 农业部次长也亲自出席 同时也宣布台湾的红肉红龙果 获准进入日本市场的好消息 红肉的红龙果一直不能出去 我们觉得这个是日本消费者的损失跟遗憾 因此我们在跟他谈谈了过去8年 那在7月2号我们将有第一批 已经完成这个蒸热处理的1000箱 每一箱是6公斤 所以我们在7月2号有6吨的红龙果 要搭着船到日本去来进入日本的市场 除了分享红肉红龙果进军日本的讯息 在开幕的活动上 台湾优良的农产品发展协会 也特别的和日本厂商签署 扩大通路贩售合作的备忘录 期盼借此加速推动台湾优质的农产品 进军日本的市场的力道